欢迎收看第110期点兵 在一般国家的军队组成中 陆海空军一般是三大主要军种 其中空军又是整体科技含量最高 武器装备也是最为昂贵的军种 在上世纪90年代 俄制苏二七战机的价格就已经达到一价3000万美元以上 如今苏二七的最新发展型号苏三五的单价 更是攀升到了惊人的8000万美元的单价 价格相对低廉的俄制战机价格尚且如此高 更别提历来价格高昂的欧制美制战机了 前不久 印度与法国签订了采购36架阵风战机的合同 总价88亿美元 而美国国务院在11月17日也宣布 批准波音公司向科威特卡塔尔 分别出售40架FA-18EF战机 72架F-15先进鹰战机 合同总金额分别为101亿美元和211亿美元 中东产油国印度这些国际军火市场上的狗大户们 不断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 人傻钱多是个真理 空军部队除了战机的采购费用之外 训练费用也十分惊人 2012年根据美军公布的数据 每日F-15战机飞行一小时的费用就已经高达4.1万美元 现在只会更高 而美军最先进的战机F-2-2猛禽战机 每小时的飞行费用更是比F-15高了超过50% 达到6.8万美元 但这还不是最贵的 美军的B-2隐形轰炸机 每小时的飞行费用更是高达了16.9万美元 日渐提高的战机采购费用和飞行费用 制约了各国空军机队的发展规模 这也是中美俄等国的空军 不约而同采用战机高低搭配的模式的主要原因 中国空军曾经装备过几千架 歼6歼7这些二代战机 歼6歼7继承了前苏联战机 皆是耐用的特点 制造和维护费用极为低廉 而现在中国空军的主力已经是歼10ABC 歼11ABD苏30这些三代机 其相对歼7这类二代机而言 无论是造价还是维护成本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这也是中国空军的三代机数量 并没有如同歼6歼7那么大的规模的原因之一 伴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 中国战机的航电系统 发动机等相关设备的造价也在提高 歼10歼11系列战机的采购单价 维护成本都已经接近西方先进战机的标准 装备有源相控阵雷达 和先进的综合航电系统的歼10战机 改进型 没有6000到7000万美元是根本搞不定的 除了日渐升高的战机造价和维护费用之外 对于战机战斗力发挥的最大的限制 在于飞行员自身 随着战机换代带来的巨大性能跃迁 飞行员在飞行训练过程中 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战机飞行员驾驶战机在天空中 飞出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带来的风光的背后 却是飞行员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现代战机一般的最大的过载高达9个计 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 甚至超过了航天员 晕载火箭的飞行速度和方向相对固定 对于身处其中的航天员 带来的身体负担比较低 而战机在做出加速 爬升 转弯等动作时 速度变化快 方向不定 面临的过载相当大 在过载状态下 大脑缺血 极易造成飞行员暂时丧失视觉或意识 导致飞机失控 美军在上世纪最后的20年中 先后有12架F-16战斗机失事 9名飞行员丧生 都是由于过载祸大 飞行员暂时丧失视觉或意识造成的 可以说 战机飞行员的训练的难度是相当辛苦的 也伴随着极大的风险 这是对意志和毅力的双重考验 现代战争中 先进武器装备有着影响战局的重要作用 但也绝对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比如说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伊拉克拥有700多架苏联制造的高性能战斗机 美军在战前评估中也认为 在与伊拉克军队空战的过程中 几方战机会被击落数十架 可意想不到的怪事发生了 美军通过预警机发现 100多架从伊拉克各空军基地起飞 迎战美军战机的伊拉克战机 在起飞后竟然集体失踪 事后 根据美军的空中探测 发现这些伊拉克空军飞行员 直接驾驶战机 盼逃到了伊朗 80年代末 萨达姆对伊拉克军队进行了清洗 之后 很多伊拉克空军的资深飞行员 都进了监狱 新飞行员只是接受了基本的训练 这些战机飞行员能驾驶飞机上天 却根本不可能和美军空战 这些畏惧强敌的伊拉克空军飞行员 丧失了与敌作战的勇气 驾驶战机叛逃 也是可以预期的事情了 无独有偶 同样是中东国家拥有大批 美欧制造先进武器的沙特阿拉伯 被制装备了落后武器的 也门胡塞武装 打得节节败退 丢亏弃甲 有时我真的怀疑 这些人傻钱多的中东国家的军队 到底有多少战力 现代战争 单靠先进武器不能取胜 单靠坚强的战斗意志 也不可能取胜 只有在培养士兵的意志和毅力的同时 扩大高科技的武器装备的服役规模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请在微信上搜索每日点兵 关注我的微信号 原创不易啊 各位看官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无论你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想吐槽的 想了解的 都可以与我交流 您的关注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